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Windows10的重冠教学 目前微软还没有正式销售Windows10 微软仅提供预览版让大家尝鲜 但是预览版只有提供简体中文和英文版 我用大家比较习惯的简体中文来做介绍 还有这一篇教学仅介绍安装过程 基础知识教学请参考我上一篇的Windows7重冠教学 两个作业系统的基础教学是一样的 另外有些画面会跑上一阵子 我怕大家等太久 所以会用快转快速带过这些画面 这一篇我会用虚拟机来跟各位讲解如何重关Windows10 现在电脑正在读取Windows10的安装公碟片 我们让它跑一下 这个Windows10的预览版 微软只有提供简体中文和英文版可供选择 这一篇光碟也只有简体中文 所以这个画面我们只选择时间和货币格式 选择中文繁体台湾 选择下一步 选择现在安装 在我接受许可条款打勾 选择下一步 选择自定义 点选择下500G的硬碟 选择新键 选择应用 选择确定 点选一下499.7G这个分区 选择下一步 选择下一步 现在开始 Windows10会自己跑 我会用快转带过 大约只要10秒钟左右 大家可以看看会经过哪些画面 这个画面是设置Windows10的基本设定 我们选择自定义 网路设定 如果你跟家人和同事共享网路 就选择是 否则就选择否 我这里选择否 这边全部关掉 选择下一步 这边一样全部关掉 选择下一步 这边一样全部关掉 选择下一步 这边是要你去微软 新建一个Microsoft帐号 但是像我这种不想被人掌控资讯的人 从来没有申请过帐号时 就可以在这边输入错误的资料 跳过这一段 选择下一步 选择创建本地帐号 用户 这边输入用户名 密码为空密码 选择完成 接下来会直接跳到桌面 但过程会有五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进入桌面 我们安装一下驱动程式 安装驱动程式的步骤 一样会用快转带过 重新开机之后 Windows 10就重逛完毕了 下一边会介绍 Windows 10的新增功能 欢迎大家来观看 谢谢 热心 電影 回到实践 燕